大家好 我是大塔 然後我們是 事實上從去年開不做一個 跟食物有關的展覽 然後呢我們有 台北大會 在台灣不同地區 或是別的女性的職人 那為什麼 我們在做一個展覽的時候 當然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台灣人好像都不是很了解 台灣的歷史 然後 那所以食物事實上 是很重要的一個 歷史的結論 那所以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把開源的概念 引入到歷史書寫中 地方史書寫中 不是第一個 我們覺得食物就很好進入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發現雖然我們講多元的 事實上 就談到很多元的 事實上 但多元 因為我們過程都會很有困難 那我們在展覽的過程中 有屏中的老師 小姐老師 他就裡面 我們有一位是姓名的媽媽 他跟我們聽到他故事說 他很想讓他的學生 可以看到這個展覽 因為他的學生 很多學生的媽媽 其實就形容 可是學生其實 並不是同媽媽的文化 而且有的時候 會覺得媽媽自己丟臉 那所以說 你媽媽其實在創 你媽媽的故事 是可以被展示的 然後你媽媽的食物 實在被更可能 那他覺得這個 對於學生的 都去接受這個留言 是很重要 那我們其實裡面 有原住民的媽媽的故事 那其實那個時候 我在展示的時候 其實那個破落的原住民 非常高興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竟然在台北 可以看到他們的 就是社區媽媽的故事 所以他們也很開心 所以我們覺得 實惠也是說 大家看到台灣 都已經很重要的連結 那還有第三點的話 我覺得 小沐浩在建立一個 獨立的連結 因為台灣 是很重要的一個產業 可是事實上 我們常常會忘記 那所以說 就建立一個獨立的連結 小沐浩才會關心環界 才飛翔到語區 那可是事實上 我們在做這個展覽的過程中 因為就是大家想想問題 那第一個就是 後來我們有跟陳盛男人合作 然後有數據 那麼多的跟食物有關素材 那這大量的素材 我們其實不知道要怎麼辦 就是我們有很多的影像 影音跟故事 那這些故事我們要怎麼用 那第二個是說 展覽畢竟只是有時間的 然後有地點的 那很沐浩很多時候 只能放在台北 跟經費有關 那我們能不能讓這些材料 變成小朋友的宗室 稍為的材料 然後再動作 停東 然後或是天上的小朋友和老師 可以用這些材料 讓小朋友去通過食物認識台湾 但是台湾的必須 認識台湾的投原性 以及認識台湾的土地 都很厲害 謝謝大家的分享 老師再請Eric